他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只剩半张脸 男人在战场上被炸掉了下巴 以后再也无法说话 成了一个只能用针管 往喉咙里注射流石的废人 他崩溃了 而这一切本来不会发生 在1918年11月 一战结束前夕 德法两国士兵都收到了停战的风声 等待着战争结束 法国战壕里的一位长官 却不希望结束战争 他想立下更多的军功 来平步青云 于是他派出战壕里的老兵 和一名刚入伍的新兵 在大白铁巡逻战场 这无异于是送人去死 果然不久后 枪声响起 两名士兵倒下了 也引发了连锁反应 他们身后的炮弹 立即攻向了敌方军人 战争再次发现 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 劳兵阿尔伯特 发现被杀的两名士兵 不是身后主枪 这意味着 是长官特意枪杀了他们 挑起战争 长官也看到了他 想杀人灭口 阿尔伯特被逼的掉下弹坑 差点被榴弹炸起的泥土淹没 幸好上面掉下一匹刚死的马 他靠着马嘴里的半口气 苟延残喘着 战友爱德华刚把他救出来 就被榴弹炸飞 炸毁了他的整个下巴 等爱德华清醒过来时 战争已经结束 他的下巴却炸没了 爱德华崩溃了 为了报恩 阿尔伯特给他偷来了马飞解痛 爱德华的生存意志 依然迅速崩塌 他不想活了 他出生在一个附属家庭 从小便很有绘画天赋 温柔的母亲会鼓励他绘画 专职的父亲却不支持他的爱好 母亲早许后 作为银行家的父亲 强制他继承家业 两人的隔阂越来越重 爱德华也赌气出走去参军 却成了战争的最后一个牺牲品 在战争中 最后一个死的 比第一个死的还要愚蠢 他不想以这副怪物的样子回家 也不想见到父亲 阿尔伯特便在深夜潜入档案室 偷偷把他的档案 和一个战死的孤儿士兵交换 给他制造了假死的消息 就在他要带爱德华离开时 陷害他们的长官 突然找到了他 但他不是来找麻烦的 而是爱德华的姐姐 想把弟弟的尸体 带回老家安葬 阿尔伯特只能在深夜 把爱德华的项链 挂在一座无名杯前 让姐姐带走了这具无名式尸体 爱德华的绘画梦想 也随着这具尸体 一起埋葬 阿尔伯特带着他 坐下了巴黎的一栋破酒阁楼 马费很贵 可是为了鼓励爱德华活下去 阿尔伯特只能为着良心 去抢其他残疾退伍军人的马费 满身伤残的士兵 只弄得到西部的补贴 在城市边缘狗烟残喘着 陷害他们的卑鄙长官 却利用镇亡士兵的安葬费 大肆敛财 他偷工捡料做棺材 将尸骨折断后 直接塞进过分摘小的棺木中 随便塞进于身份不符的木屑里 战争让阿尔伯特失去了会计工作 他为了爱德华 甘愿留在巴黎 坐最底层的电梯操作员 却以最狼狈的样子 遇上了老家的未婚妻 未婚妻等不到他回家 已经找了新的连人 把当初的订婚戒指还给了他 而爱德华 结识了公寓隔壁的孤儿小女孩 小女孩对他面具吓得脸很好奇 他第一次向外人摘下面具 女孩没有惊恐 也没有嘲笑他 而是轻轻用手 抚摸他脸上的伤痕 因为他觉得爱德华一定很痛 在那一刻 爱德华终于忍不住 哭倒在女孩环境 这个军官 踏过战争中死去士兵们的墓碑 只为了不弄脏自己的鞋 在战争结束前 他收到了停战的命令 却为了立功而故意挑起战争 可怜的士兵为了救战友惨遭毁容 在大航年华里 整个下巴被炸掉 此后他都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 罪魁祸首的中尉 在战后过上了屏幕轻云的好日子 曲名媛 住豪宅 此时国家正在兴建几万座英雄纪念碑 来纪念牺牲者 却忘了在城市边缘挣扎活着的退伍军人 爱德华决定 报复这个浮华而虚假的社会 在战争毁容前 爱德华曾是一个天才画家 他制造了一个纪念碑骗局 设计了好几款纪念碑 来吸引地方政府 来给他的项目投资 却不打算真把纪念碑做出来 等拿到定金后 就就换跑路 他的同谋和战友阿尔伯特 却不愿意骗人 更不愿意侮辱死去的战友 他们大吵立家扭打在一起 阿尔伯特无意中 把爱德华的面具打坏 爱德华再次被拉回毁容的痛苦中 他离家出走了 阿尔伯特愧疚又奔心 却只能继续工作赚钱 这次他找到了一份在街上 做人形广告牌的新工作 却被他得罪过的退伍士兵认了出来 士兵们把他暴揍了 阿尔伯特回到家后 看到镜子里狼狈的自己 终于理解了爱德华的痛苦 他戴上了爱德华送他的码头面具 冒着暴雨去找人 却发现他藏起来给爱德华止痛的马飞都不见了 这也让他意识到 爱德华就藏在附近 他在小女孩家里找到了爱德华 在这个复仇行动中 阿尔伯特唯一能做的就是赚更多的钱回来 印刷纪念碑的宣传册 爱德华也重新拾起了画笔 制造了很多精美华丽的面具 甚至还有马桶军 这时爱德华的姐姐突然找上了阿尔伯特 他的父亲想邀请他来家中做客 爱德华在家死后 父亲一直很想念他 他终于后悔当年 把儿子逼上了战场 所以想从战友口中了解更多儿子死前的生活 阿尔伯特来到这里后 才发现爱德华竟然是个富二代 他的姐姐还嫁给了他们共同的仇人中尉 可是他无法把一切真相都告诉爱德华 他怕爱德华会崩溃 只能更努力赚钱 爱德华父亲为了报答他 特意邀请他来家里的银行做会计 阿尔伯特就在暗中盗走了减商的钱 再取出现金交给爱德华来完成他的计划 他们印刷了一车的宣传册 巴黎爱国气氛高涨 他们在一天内竟然收到了上百份的订单 阿尔伯特还用钱帮小女孩数了身 这样女孩就不再是隔壁家受养的孤儿 三人开始做最后的计划 他们约定好拿到所有钱后就逃跑去非洲 爱德华兴高采烈的 从包里拿出一叠钞票 用他做了一个钱十字免据 虽然心痛前 阿尔伯特还是为爱德华的振奋而高兴 在这之前 爱德华差点活不下去 他们是犯罪同谋 也是最亲密的挚友 爱德华却突然在阿尔伯特的西府里 温到了他姐姐的香水味 阿尔伯特再也无法隐瞒真相 他得知了姐姐和仇人结婚的消息 他深知中尉的为人 他和姐姐结婚 只是为了他们家的钱 崩溃的爱德华 决心要给这个荒谬残酷的世界 一场盛大华丽的复仇 他为自己制作了一个漂亮的蝴蝶兰面具 只要戴上面具 他就可以是任何人 而不是那个毁荣的退伍士兵 他特意挑选了一位刚正不恶 甚至执拗的政府官员 这位官员三十年来 从未被提拔或者奖励过 他们写了一封信 举报中尉 利用士兵安葬费敛财 官员收到信后 立即去实地考察 拍下了五十证据 中尉就准备了十万法王贿赂他 爱德华重新拾起了画笔绘画 画上人就是他的姐姐 他从没想过自己的假死 会让姐姐嫁给了仇人 一天晚上 中尉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唤醒 原来官员不仅没接受贿赂 还把这笔巨款也当成证据 上交给委员会 中尉也完蛋了 他向自己的白富美妻子求助 妻子却不愿意帮他 因为他早就知道 丈夫出轨的破事 他只是为了怀上自己的孩子 才忍辱负重 如今孩子有了 他选择去赴留子 直接让丈夫滚 爱德华则住进了巴黎的一家豪华酒店 完成了自己最后的复仇 他在纸醉机里的派对里进行了一场战争推手的审判 八个代的巨大卡通面具的人物 在人群的欢呼声中 被香槟飞起的品塞打倒 犹如一场枪决 甚至还包括爱德华的父亲 他的银行在战争中谋取了暴力 此时的爱德华不知道 父亲已经猜出了他假死的真相 父亲和中尉做了一个交易 只要中尉找到爱德华 父亲就会帮他解决麻烦 中尉胸有成竹地以为 自己解决了大危机 又开始调戏爱德华家中的女仆 却没想到这一幕幕都落在了阿尔伯特的眼里 阿尔伯特和女仆有一段情 而他和爱德华的悲剧 都是中尉一手造成的 他跟踪中尉来到了坟场 举起手枪审判他 中尉被逼问的 十足掉进了刚挖好的棺材坑里 阿尔伯特想救他 却无法阻止命令的黄沙 中尉曾经为了立功 枪杀士兵嫁祸给帝军 挑起战争 战后又利用士兵暗葬费大肆连财 最终 他也被活埋在 用来埋葬阵亡事故的孔穴里 父亲也终于见到了爱德华 爱德华戴着一个美丽的面具 看着这双澄澈的青蓝色眼睛 父亲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子 他向爱德华道歉 希望他能回家 爱德华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承认 他抱住父亲 说了句谢谢 然后转身一云而下 因为爱德华 在策划战争纪念被骗取的时候 就没想过活下去 与父亲的和解 完成了他最后的心愿 复仇后 他的人生也不会再变好了 如果我们无法面对世界的邪恶 那就各自死去 以后天上再见 阿尔伯特被抓 警长听说这个故事后 却决定放走他 在这个故事的开端 被众位枪杀的年轻士兵 就是他的儿子 女仆和小女孩 也已经等了他很久 他们会带着爱德华的希望 好好的活下去